早安来到这一节的环抱推播 现在放暑炸了 很多人都发现说 国旅好像变贵了 所以干脆直接出国 还比较划算一些些 所以想要告诉您 在积节这方面 运量也有增加的状况 因为目前很多人手上都有这一张 就是行政院的通勤月票 T-PASS 这也让现在已经连续5天 在积节非假日的搭车人次 已经超过了10万次 所以说是非常的多 所以为了因应这样的状况 桃园市政府他们也宣布 要从明天开始 直达车的搬距 包括平日的离风 跟假日的时段 都要从30分钟减少到15分钟 也就是说缩减了时间 其实不只是积节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在公路方面 因为新竹人收 我们也想要去桃园机场 所以新竹市政府 他们就商量了业者 宣布从今天开始 这一辆1250的路线 总共扩增到了14个班次 要提醒大家多下留意 那么也是因为我们常常在说 时间就是金钱 时间很宝贵 不只是通勤我们要省时间 工作上面也要达到 比较有效率的状况 我们就要带您看到下一个话题 也就是说很多人会觉得 在上班的时候 我好像怎么一直在开会 很浪费生命 现在有一个作家就告诉我们 有五招要解决这样的困扰 来看到这一位 他叫做丹莱昂斯 他就曾经说过 你知道全美国一年就有 十亿场的会议 可是算下来 整整发挥成效的 却只有11% 这样子换算下来 我总共就浪费了 240亿小时 金额损失是高达 370亿美元 听起来是非常的可观 所以他就研究了一个新法 叫做闭上鸟嘴 什么意思呢 我们帮你列出了 总共有5点 首先第一点 他认为会议应该要 能少则小 能短则短 他指出了这个叫做披萨原则 是来自全球最大的电商平台 亚马逊的创办人 他们一直秉持着这样的原则 这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你想象 这个会议空间 我买了两个大的披萨 最多只能分给10个人 所以你的会议人数 就要控制在10人以下 否则大家就吃不饱了嘛 另外还有第二点是 不要害怕走退 那他也提到 其实一场会议 最理想的长度 就是15分钟 因为根据研究的显示 只要我控制在15分钟以内 只有9乘1的人 可以保持在一个 非常专注的状态 好 接着我们来看到 还有哪一些呢 要勇敢说不 刚刚也有提到的 就是不要害怕走退 那再来呢 你可以时时刻刻反问自己 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这一句话意思就是要叫你讲话 言之有物 言简意该 你要去反思说 我抛出了这个起头之后 接下来的人他可以接什么话 或者说这句话 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呢 因为根据调查就显示 上班族他一个月是会开 62场的会议 参与的人可能不是你 我真的会撑不住 很多人就说不小心 是闭上了眼睛 只有3成9的人是撑不住了 所以是可以做改善的 我们把会议想象成是一个 刺激紧张的比赛 你就可以秉持着一个原则 是传球要快 要快很准 举例来说呢 我就是先附和发言者的意见 那再加上我自己个人的看法之后呢 我再交给下一个人接棒 这样混帅下来 你整体的速度啊 会议的流畅度都增加了 好 那最后一点 是这一名作家要告诉决策者的 就是啊 其实很多的会议 它是没有召开的必要性 很多的顺势 你可以透过一封email 电子邮件就可以解决 那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推播内容 跟您做分享 请订阅 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这一节的推播内容 就是这一节的推播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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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推广